6月12日 非引运小型汽车行驶至 事故地时失控 事故驾驶人为612 落神道西案的重点嫌疑人 就是一个选择吧 是要选择加入黑暗 还是说走向光明 他有一件事情搞不清楚 就是他的师父当年 在12年前 到底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那天我接电话 可能摔下来的人 就不是我师父 可能摔下来的人 就是你 如果你要选择放手 陪着你 如果你选择黑暗 我绝绝不了你 你可以试试 假如是你还可以再重来一次 你会怎么选择 重生之门 重生之门 其实缘起还是在重生 这个戏的热火吧 也是我们这部 卷起的一个重生 可能到目前 像这种题材的剧机 少之又少 它在创造上 有一定的创新 它是另外一个维度 同一个品牌下的 两个故事 就是我们要始终保持怀疑 才能去发现 别人发现不了的线索 才能够把案子给侦破 所以我们这剧本的名字 重生之门 门里面我们还是两个天地 两个世界 一念山一念光 一念天堂一念地 下车 耶 就是努力 让自己 转到阳光的一遍 1827场戏 372页纸 它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 你是否能够 那个景能够 对当下那个人物 是有帮助或者有推动的 我们前天后后搭了将近 小二多场景 我们外协制作之后 我们那个金库达文 是有一尊多重的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金库 可以让我们拍摄 所以我们只能去实际搭建 偷要给你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是我偷掉你脑子里的那些想法和思维 而你自己还不知道 都不注意了 虚枪和领枪 马上出发 走 最重要的其实是能够给观众 带来真正的享受和愉悦